中国人为什么容易缺维生素B 因为维生素B的话是水溶性维生素 在身体里边很少储存 就是这个东西存不住 很容易被代谢掉 而且它是我们人体参与很多代谢的一个辅媒 所以说维生素属于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 维生素D也好 维生素B也好 维生素A也好 这些宝贝不存在 补一天顶十天 就我想起来了 我今天吃了一口菜 但是你明天不吃 它明天就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要 为什么我们在膳食指南当中 包括在我们纯净生活的15条当中 你们会发现我是每一天都要吃 甚至我每一餐都要吃 因为它是一个每天都需要的 你今天不吃明天就没有 你早上不吃下午就没有 它不存在今天吃的能够 它不像脂肪 你今天吃了三五天 它能存点 它存不住 它什么都存不住 而且B维生素是什么呢 对于光 对于热 很敏感 如果说你们吃过我做的面包 和我做的馒头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会酸 有没有人吃过真正意义上的大脸包 或者说吃过真正意义上的德国面包 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不爱吃 觉得它很酸很酸的 有人有这种感觉吗 觉得德国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全麦面包 入口的时候特别难吃 酸酸的 不好吃 有人有这种感觉吗 特别酸的感觉 尤其是德国面包 原始发酵的 老酵母发酵的面包 特别特别的酸 不爱吃 对吧 那么中国人做馒头 想让你们好吃 怎么办呢 对减 对减 面粉 其实是我们生活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维生素的来源 但是一加碱就被破坏掉了 所以广东人特别喜欢吃的碱水面 湖北人特别喜欢吃的碱水面 一定要记住 你只要加了碱了 它里边的维生素就被你破坏掉了 维生素摄入的最好方式 就是酸酸酸酸的全麦面包 自然发酵 为什么在赵林教授的一个演讲当中 他说现在德国人也要开始吃祖母的面包 我家里是从来不用酵母的 我家里是用老肥 因为我还故意要把面包的面发到十个小时以上 我是故意让它呈现出来那个酸味 所以记住 德国也有一个面包叫碱水面包 但是这个面包 大家会觉得它就不酸 它嚼劲很好 因为它是在面包烘烤之前发酵结束了 在碱水当中浸泡一下去烤 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它的碱是集中在表面 大家就能看到那个蝴蝶形的 烤完了有一种种的偏紫红色 这个碱水面包会烧好 因为它的碱没有揉到面里面去 而中国的这个发完面之后 觉得它酸了 怕不好卖 来我们对碱 这个方式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是能把非常好的B族维生素来源破坏掉 还有一个 在B族维生素的消耗当中 我们说了它是辅酶 它在你产生各种生化反应的时候 奶茶 可乐 炸鸡 烧烤等等高糖食物 高油食物要消耗的时候 都会消耗掉大量的维生素 帮身体代谢 所以我为什么建议大家 可能在以后我们的平台里边 会给大家提供辅酶Q10 辅酶Q10 包括α硫心酸 这种东西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抗氧化剂 就是什么呢 因为你只有在它 保持在一个非常高量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对抗你们奶茶 可乐 炸鸡 烧烤 什么这些东西 对这个维生素B族的一个消耗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要知道 上火的感觉 精神差的感觉 疲劳的感觉 很多时候就是维生素不足 你天天吃生蔬菜 你一定不会上火 你天天吃够了生蔬菜 你一定不会长溃疡 你也不会长痘 但是为什么吃火锅 吃炸鸡 就是我们那天给大家罗列的 这种感受 外国人不承认上火 但是外国人会把这一堆的感受 当作维生素B族不足 懂得不 对的 下下再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用酵母就不需要小苏达了 酵母带来的发酵 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认为的 以食物自身繁殖带来的发酵 酵母是一种工业化的产物 我给你们举 其实大家稍微动动脑子 想一想就知道了 你们小的时候 看到你的父母发酵 用什么呢 用家的面肥发酵 对不对 如果说上午9点钟 下下你想这个问题 上午9点钟 你的奶奶揉好了一块面 她中午家里有事出去了 没有把它蒸成了馒头 下午再蒸 这块面会发过 会变得很酸很酸 怎么办呢 要不就是对减 要不就是全家人去 愿意去吃那个开花馒头 就是酸丢丢的这个馒头 这就是我们自然发酵 它会有一个繁殖过度 这是天然活性的酵母反应 而现在的在工业当中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即使是你们去饭店买馒头 下次你们注意点 你买一个生的 你不要不是饭店 就买这个馒头店 这个包子铺 你买它一个生馒头 你把它买回来之后 来放在你们家 你再给它合适的温室度 它不发了 它发到一定程度 它就不发了 这是天然发酵和化学发酵的一种产物 其实它都不叫 不应该叫发酵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有人在关注 为什么酵母就发不过 酵母是为了给工业化使用 因为比如说我是一个开馒头店的 我开馒头店早晨 我活了500斤的面粉 但是是上午卖200斤 下午卖300斤 还是上午卖400斤 下午卖100斤 我不知道 我要根据购买馒头者的时间来确定 这样的话就让我必须得让我的面 能发 但是绝不可以发过 大家能理解了吧 所以说酵母的设计产生 它是一种工业化产物 它可以让这个面呈现出来发酵的口感 但是它永远发不过 就是我早上起来活了这块面 我八点半 我这个馒头店开业了 我活好了一块面 九点钟来 我也能给你蒸 十点钟来 我也能给你蒸 下午三点钟来 我也能给你蒸 但是什么叫祖母的面包 你奶奶在家里用老肥 活的那块面 九点钟活好的 十点钟蒸不了 没发起来 十二点钟 刚刚好 一点钟 稍微过一点点 发到下午四点钟 它整个成老肥了 它发太过了 大家能理解 这个能理解了吧 所以一定要知道 我们所要追求的维生素B 维生素B是在自然发酵食物当中 在自然发酵食物当中 自然发酵是一个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的过程 你只要这个食物 就这个馒头 你给它合适的温度 湿度 它一定会发发发发 它一定会一路一路的发 这是自然发酵的结果 我们靠什么来终止发酵呢 觉得发的差不多了 我把这个食物放冰箱里面去 我改变了你的温度 在温度寒冷的情况之下 你发不了了 或者说我改变你的湿度 让你干燥一点 你就发不了了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 想要补充B族的维生素 一定要懂得 蔬菜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 那些非常重要的祖母性的发酵 用老肥去发酵 缺乏维生素B1 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包括吃多了产生的疲劳 乏力 急躁 忧郁 跟B1相关 眼睛怕光 流泪 口角炎 舌炎 嘴唇干燥 止益性皮炎 和B2相关 操皮症 腹瀉 痴呆 和B3相关 那么止益性皮炎 着急 脾气暴躁 失眠 睡眠质量差 和B6相关 那么叶酸 可能女孩都会知道多一点 头晕伐木 脸色苍白 这个食欲低下 那么缺血并贫血 和B3相关 B12 更弱 什么手脚麻木 肌力差 等等之类的 那么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维生素B族是一大类 缺一个 一起缺 这是非常非常难补的一个现象 所以 维生素B族 因为这一个维生素 就要求你必须吃全食物 你只要是丢三落四 缺一点点 你放心 他一定缺 而且这样的一些维生素 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不能互相转化 不能自我合成 你说我吃了一堆维生素B1 但是你B6缺 你的B1也产生不了作用 这是他非常讨厌的一点 他是一个大的家族 所以说 补维生素B6 补维生素B族 就这几个事 吃杂粮 不熬夜 少喝酒 多吃菜 就这几条 现在大家看到维生素B 看到维生素A 就要知道 为什么会坚决要求大家 执行纯净生活这15条 补维生素B 简单吗 说起来对我来讲很简单 坚持吃粗粮 不熬夜 不喝酒 不应酬 蔬菜坚果 吃个够 然后让自己不缺维生素 这就是我们根据当代人的身体缺乏 所总结出来的 你把这样的一些内容都做好 而且要记住啊 每天做好 每天做好 大家能理解了吧 哎呀 我发现大家有些时候是谁问了一个 我看这是什么啊 大家有些时候呢 生活里边要知道 好 刚才有人在问 我们把这个食物 把这个馒头发酵了 发酵之后 我再吃它 一生菌是不是就死了 对的 一生菌死了 但是一生菌对你的贡献已经完成了 当一个食物通过发酵之后 它所产生的大量的维生素B组 可被你全部都吃进去了 人体并不一定说只有 一生菌这一个东西是有价值的 一生菌在体外 它会产生诸多的衍生物 诸多的这些衍生物 不会随着一生菌的死亡 而不存在 大家能能理解了吧 并不是说我们对身体唯一有好处的是一生菌 有一些一生菌 在我们的体内产生乙酸 饼酸 硬酸 这都是好的 我们叫短炼脂肪酸 但是有一些一生菌呢 它的体外 在体外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比如说就以纳豆为例 我们为什么会强烈建议大家 要养成吃纳豆的一个习惯 能吃豆子也行 吃冻干粉也行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它纳豆在菌株的发酵过程当中 它所产生的纳豆基酶 它所产生的维生素K 可是黄豆里边所没有的 大家要知道经过发酵之后 纳豆和黄豆就已经不是一个物质了 就是纳豆和黄豆就已经不是一个物质了 甚至说在很多专家眼里 已经被发酵过的黄豆 你吃不吃都无所谓 你们会发现没有 日本人在吃纳豆的时候 特别喜欢搅拌 要多次搅拌之后 甚至有人说要搅拌100下 就多次搅拌之后 让它这个粘液粘丝变得更丰富 更多一点 只不过大家是不愿意为了把它清除嫌麻烦 带着黄豆一起吃 纳豆经过发酵之后 它的营养物质已经在这个粘液当中 这是纳豆基酶 还有我们说的维生素K等等的一些由来 所以你只要把它脱水干燥做粉 那么它自身的营养物质已经还在这里面 所以发酵本身要知道 馒头和和我们说的这个麦子不是一个东西 只要是真正一生的发酵 维生素B1的主要来源 我们说过动物内脏里面有 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吃 全穀物和豆类 这个是我们非常建议的一个来源 维生素B2 维生素B2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 乳制品 但是乳制品当中 我们也建议大家要采取的发酵食物 发酵食用 发酵食物当中 为什么我们会有蛋白粉 包括大家看到 我今天中午就用了一个蛋白粉 因为这里边的话维生素B2很多 但是我为什么从来不会去吃牛奶 因为我要避免牛奶的生长激素对我的影响 甚至包括我也要避免 早上起来我给你们看了 我吃了都不叫一勺 是勺子上面所剩下的这一点点的酸奶 还会有醋血糖的机制 让我的血糖增高 但是我中午喝了一大杯的蛋白粉 我的血糖基本上没有变化 因为我中午毕竟还吃了豆 还吃了面包 但是血糖没有变化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刻意把快糖变成慢糖 我还要避免 奶酪当中所使用的高盐物质 在家里大家会发现 做成了酸奶之后 你如果把它脱乳清做奶酪 两到三天你不把它吃掉 它就会长毛 因为这里边的话 杂菌非常容易繁殖 那么在做奶酪的工业化当中 它就一定要把这个奶酪在盐水里边泡 通过盐来让它变成有一个防腐作用 所以说对于我来讲的话 奶酪的含盐量过高 我又不想摄入这么多的钠 所以我们选择了以蛋白粉 作为一个在酸奶和奶酪中间的一个物质 因为它里边有去掉了乳清蛋白 有酪蛋白乳清蛋白 还有我们所说的藻蛋白 还有豆蛋白 还有小分子豆蛋白 这样的一个状态 维生素B2还有一个什么里面的 巴丹姆里面也比较多 这个也是一个选择 B3 花生坚果豆 所以豆 豆 它里边你看我们刚才说的B1 B2 B3 在豆里边都能够找到 B5的来源来自于哪里呢 蘑菇 大家你会发现我每天的饮食里边 蘑菇也是一个很大的类别 全谷物包括燕麦 草麦 这个里边B5很多 那么菌菇里面很多B6也是一样 鱼里边多 坚果里面有包括芝麻 包括鸡肉 牛肉 B6都不少 B7 蛋黄里面多 西兰花里面多 坚果里面也有 叶酸 叶酸叶酸来自于深绿色蔬菜 大家简单这么去记 只要是看到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绿 首先你们就要第一反应 它的叶酸含量比较高 就是维生素B9 它是在深绿色蔬菜里面比较多 还有新鲜水果里面多 为什么在中国人的饮食里面的话 强调大家要吃半斤的水果 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不太习惯于吃生素菜 曾经有一段时间 生机饮食在全中国挺流行的 也确实有很多老年慢性病患者 通过生机饮食找到了健康 生机饮食有一个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呢 生机饮食有一个核心的原则 就是维生素含量高 就是吃生的吧 你们会发现我是大多数的蔬菜 能吃生我就会吃生 除非是比如说菠菜 这种草酸含量特别高的时候 我可能会超个水去个草酸 但是大多数的蔬菜呢 像这种尤其这种叶子类的东西 我是每天一定要保证一斤的菜叶子 就是绿菜叶子 嘎巴嘎巴 所以很多人说我是个小兔子 这样是在里面比较高的 维生素B12 维生素B12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就是在肉类当中 但是呢 还有一个来源呢 就是在发酵的这种豆类当中 这个也是维生素一个主要的来源 大家更重要的一点 B族呢 是一个团队作战 缺一个就是缺一堆 缺一个就是缺一堆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大家呢 在我们的社群当中 会有一些人互相鼓励 互相监督 我们看看别人怎么吃的 因为你们可能不是每一天 都能来直播间听课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群主 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志愿者呢 也会把我们讲的 这样的一些内容的一些精华版呢 发送给大家 包括我们刚才用的视频 大家也能够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呢 能够拿到 这样的话呢 让我们对于健康的理解啊 变得更系统一些 就是又不要把它停留在无知无味 就是什么都行 吃饱就行 反正大米饭 红烧肉 肉夹馍 羊肉串 啤酒 怎么舒服 怎么嗨 这样当然不对 但是呢 又不能说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阴烟废食 哎呀 我怕直酸 我怕飘零 我就不能吃这个了 那其实食品的加工本身就相当于我们的药物的炮制一样 一定要能够是什么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黄豆飘零高 泡一泡就没有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大家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太建议大家在外面去买黄豆粉 黄豆粉经过浸泡 再去炒干 加大了很大的成本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黄豆粉是什么呢 生黄豆 直接炒干 炒干之后 直接打粉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飘零就会都在里面 如果他经历过浸泡 浸泡到六个小时以上 如果说黄豆的颗粒又是比较小 那么再去烘干打粉 他的飘零对身体就已经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大家要懂得是如何利用烹饪 把你们的担忧去掉 就比如说我们在吃一个植物的时候 大家至少知道辣椒皮不好去 辣椒籽是可以去的 大家对不对 我们都会发现 你先不管说我们说采椒的直酸高 我们说采椒的宁极素高 因为大家因为这个话题是因为很多人看到彭医院 就是生吃采椒嘛 就吃这个东西 很多人开始有些人学着他 因为也是很多女孩子男神就用他来减肥 但是又有一些营养学家说 采椒的宁极素高 尿酸也不是那个宁极素也高 然后直酸也高 会破坏维生素的吸收 其实稍微懂一点的话就知道 你至少是吃采椒的时候 你把籽都去掉 那么他里边的这样的一些草酸 宁极素就少很多 中国有一个标准的做法叫做烧椒皮蛋 大家看到过这个吧 就是通过这个在火上烧一烧这个辣椒 然后它爆皮 爆皮之后的话呢 你把这个皮撕掉 然后呢用它就是烧椒皮蛋嘛 把它子去掉 然后把这个辣椒在火上一烧 它这个皮会爆开 爆开之后呢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甚至包括吃番茄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掉籽 然后呢把这个番茄在火上稍微烧一下也行 用开水呢稍微烫一下也行 把这个皮撕掉 那么番茄就变成了一个 没有了草酸 没有了这个宁极素的 茄类物质 辣椒也变成了一个挺好吃的东西 大家能理解了吧 能理解了不 所以说要善于利用 善于利用我们的基本烹饪手法 自己给自己做一些简单化的处理 但是你要求人家饭店 给你做番茄蛋汤的时候 给你去皮 给你去籽 你就不要做这个梦 人家你也没给人的这个钱 人家也没有理由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要学会在外边吃饭的时候 吃什么呢 吃叶 比如说黄瓜 其实某主义上说 大家在吃的时候也是带皮带籽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外边吃的时候呢 吃芹菜啦 吃生菜啦 吃一些叶类的菜 这些菜的话 就无所谓凝极素 就无所谓脂酸性反应 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也会发现 你比如说像菠菜里边所含有的草酸 大家都会发现 对身体不好 那么怎么办呢 超个水吧 利用草酸溶鱼水的特性 超一下 然后再用它去做馅儿也好 和鸡蛋炒也好 包括和别的东西去做也好的话 那么它就会没有这种草酸的影响 如果大家想关注于这个菠菜的补铁作用 你就带着根嘛 你说我不在乎菠菜的补铁作用 我不喜欢吃那种根的土腥味 你就要找一些别的东西去补补血呀 补补铁呀 其实稍微懂了这些知识之后 自己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稍微控制一下 调整一些手法 就能够又把你内心当中的焦虑去除掉 又能把你想吃的营养呢 补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吗 番茄去皮不难 拿火烧一烧就爆开了 用一根筷子插在番茄上 在煤气灶上一烧 它只要一烧黑 它就会爆开 爆开之后 然后就可以了 甜菜头能不能打枝喝 看你能不能喝得下 甜菜头有点土腥味 它的味道有一点点的怪怪的 它是有一点的土腥味 这个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 我们给大家做的甜菜粉 味道更简单一点 因为它是个清发酵 我们会把它做了一些 怎么说呢 做了一些超临界的萃取类的工艺 就是能够把它的土腥味去掉了一些 大家在生活当中的话 因为我们因为很多人是给孩子吃 你要有太浓的土腥味 孩子就吃不掉 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些小的处理 你把它调成很粘稠 很粘稠的这个甜菜酱 然后用它蘸个面包 用它蘸个驴打果 用它蘸点什么东西吃 很香甜的一个味道 简单化的工业加工 其实是能够把一个好的食材的优点 发挥出来 你如果说自己能接受甜菜榨汁 也没问题 什么叫我说的野菜 我没听懂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野菜用什么沙拉酱拌 我不太吃沙拉酱的 我们不建议用微波炉 因为微波炉这种加热的方式的话 偶尔用一下救急还可以 所以我们在食物的加工过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是以蒸和煮为主 你们会发现 我的餐桌上很少看见油 也就基本上汤里边我会加一勺亚麻子油 我不太会在菜里边出现其他的油脂的 我不用酱 我不用任何的酱 我不用任何的酱 因为任何的酱类植物都跟我无缘 我不会用酱的 对呀 你刚才看到那个就是我的吃法呀 我会用一点点的醋 我会用一点点的豆腐乳当做盐 你们没发现我中间有一块豆腐乳吗 豆腐乳因为它含氧量也比较高 豆腐乳的话呢 但是它的氨基酸含氧量也比较高 我是把豆腐乳当做酱油的前提 酱油便是黄豆发酵的嘛 一块豆腐乳发酵之后的话呢 也会有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是会豆腐乳跟蔬菜一起吃 这样的一个吃法 对的 我是这样的一个吃法 我是不吃任何的这种酱类的物质的 橄榄油和亚麻子油不一样 橄榄油Omega3跟Omega6是1比4 亚麻子油是一个纯粹纯粹的Omega3 不能说是一样 橄榄油呢相对来讲健康一点点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 达不到我们纠正的一个方式 我做酸奶用我们自己的益生菌 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一生菌 酸奶菌株不用太复杂 只要是双旗杆菌都可以发酵 我们的益生菌里边呢 也有这个双旗杆菌 然后呢 在它里边呢 直接发酵一下就可以 其实作为我来讲的话呢 不太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做酸奶 因为首先第一个奶源问题呢 我们在上海北京还好 能找到比较好的奶源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发酵之后的话呢 一定要脱乳糖 不一定要脱乳清 一定要脱一下 把它做成希腊酸奶 你如果发了之后就直接吃的话 你会发现它自己里边的这个生长因子 就是类胰岛素生长因子的话呢 作用还是蛮强烈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里边的话 这个生糖机制还是挺明显的 我吃的菜叶子叫啥名字 这个没法告诉你 什么菜叶子我都吃 菜叶子还有啥叫啥名字的 生吃蔬菜胃虚寒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为什么觉得生吃蔬菜胃就会虚寒呢 今天简单给大家再聊两句 这个虚寒的问题啊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生吃蔬菜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胃呢会不舒服 会有一种这种所谓的虚寒的感觉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中医的寒 中医的寒呢 其实它是一种自己觉着胃里不适应的一种感觉 叫做我们只有中国人能理解这个寒 寒是来自于几个方面 比如说大闸蟹是寒的 对吧 是我们认为公认的一个寒 还有呢 井水我们认为是寒的 其实这两个的寒不一样 井水的寒 生吃井水容易拉肚子 在于它里边含有着很多的 这个我们说的寄生虫细菌 大闸蟹的这个寒 对于很多人来讲 大闸蟹这个东西 包括我们说生吃的这个鱼虾的寒 是因为我们常年不吃这个东西 造成的体内的一个过敏性反应 那么和这个生吃的菜 这个寒是不一样的 你吃的菜再寒 它也是你的室温 你看现在北京市的室温呢 今天是 我们现在的室温是接近于30度 就是你吃的菜的温度是30度 你的体内的温度 不过才378度的水平 你这样吃下去的话 这个所谓的寒的感觉 来自于里边大量的不容性 膳食纤维的不消化 明白吗 它是一个不容性膳食纤维和水 结合在一起 你的胃在蠕动它的过程当中 产生的一个不消化感 所以说中医说的寒是 我们把这个食物的脏 和食物的过敏 和食物的不消化性 统称为一个寒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简单的去理解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像凉白开 把水烧开放到常温 它就不寒 而你直接喝生水 它就寒 是因为你烧开的这个 其实温度是一样的 但是你烧开的这个过程 把里边的这个有害菌 包括这个寄生虫都杀死了 所以寒它一方面是温度变化 你如果吃了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 你一吃 你会因为我们人的身体 在血液循环的时候 你迅速接触一个冷的 它的血液循环会产生障碍 这种冷是我们在这里边 所禁忌的不允许吃冷饮 因为你这个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温度极低的一个状态 会让你的胃迅速产生一种血液凝固 就相当于我们表面一冰镇 迅速这块会经轮会硬一下一样 这种寒是要避免的 而蔬菜大家所谓的这个寒 它第一 它的温度在室温习环境之下 30度左右 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清洗干净 也没有什么影响 大家很多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太适应的是 生菜叶子里边的这个纤维素 它在你的胃里边 你消化一个面团 你的胃的感觉 和消化一个纤维素 肯定它的感觉不一样 是这个感觉 所以不要都用寒去理解 好不 能理解了吧 所以寒有很多很多种 小米粥呢 不一定是养胃的 这种 明天再说吧 今天来不及了 明天我给你们讲一讲 关于养胃的一些道理 谁跟你们说小米粥是养胃的 小米粥是养胃的 这句话不对啊 首先先告诉你们 小米粥是养胃的 这句话就不对 这句话就不对 明天吧 明天我们跟大家主要聊聊 我们关于胃的一些养护方面的话题 一定要记住 小米粥只是我们众多食材当中的一个 我们建议大家是吃饭 吃正常温度 正常软硬程度的饭 过软过硬 都无助于养胃 甚至很多人吃了小米粥之后 会让自己的胃酸更多 明天我们再聊这样的话题吧 今天时间不够了 好吧 明天上午见 我们聊聊关于胃的知识